前建国造的争议有持续的延烧 那台北市员徐晓星在公开了第二段 前海军顾问郭喜跟韩国顾问的一个录音档 这当中呢 郭喜就称前建国造得标的GL公司呢 是诈骗集团 徐晓星就痛批郭喜开人头公司 接案意图要发前建财 也点名国造前建的总召集人黄树光 应该要出面来表态 是不是认同诈骗集团这个说法 为了要鼓励 为了要塞朗这几个韩国的顾问呢 出来独立一间公司 他甚至把我们前建国造 现在包含第一艘有得标的厂商 Gavron GL都说这是诈骗集团 那所以我们要公开的请教黄树光 你的前海军顾问介绍进来的公司 当时来自直布罗陀的这家GL的公司 如果是郭喜口中所说的诈骗集团 那我们现在这一艘潜舰谁还敢下水 这不就变成是诈骗集团所做出来的国舰 那谁敢让我们的国军弟兄去冒这个险呢 如果郭喜从头到尾就是胡说八道 那黄树光是不是也应该站出来谴责他这样子不当的行为 前海军顾问凭什么干预台船的人士 凭什么去在外面组人头公司试图接案 那这样子的一个前海军顾问 他现在的发言还有任何公信力可言吗 但是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政府 也就是黄树光先生 你去聘任的前海军顾问 当他说我们潜舰设计的相关公司 是诈骗集团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出来表态 谴责甚至对他提告呢 好 其实呢 这个徐晓星曝光的录音档 就曝光了郭喜来担任军火前客的部分 他想要当地下老板吞潜舰国造案 所以呢 想问一下梅娅 现在这个国造潜舰的部分 是不是成了超级大弊案 在我们录音档当中 我们听到的是郭喜他的言论 讲的好像是所有的这些 潜舰国造的部分呢 不管是人事或者是说 哪些公司可以来运作 都好像是在他的掌握之中 这是人民现在感觉到非常疑虑 而且感觉到害怕的是 到底我们的潜舰国造 在这样的一个大目标之下 大家都抱以高度的期待 让认为说我们自己能够去兴建我们的潜舰 然后增加我们自己的国防 我们自己的作战能力 或者是说保卫我们国家 反正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自己制造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问题是这个大前提之下 是不是藏了很多的这些弊端 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居然有一个自称他是 国防部的顾问 那顾问的话他居然可以 第一个去瞧人士 第二个他可以当前客去做生意 第三个他可以去设立公司人头公司 然后来赚这些相关的这些费用等等的 那这些为什么 黄曙光都不出来说清楚呢 如果说他认为郭喜讲的是不对的 这是有伤害我们国家的名誉的 那他应该要出来做任何的表态 但是没有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怡怡临重重 而当郭喜他自己本身呢 他也不愿意去说的非常明白 当你在询问他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很多知为末节的事情 但是人民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需要高度技术性 高度机密性的事情 为什么会是一个顾问 他就有办法对外能够自称说 这些都是他可以去做掌握的 那这当中到底有没有上下交香贼 这当中到底有没有任何的利益输送 这当中到底有没有任何的弊端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查清楚的 甚至我们现在新建好的这一艘的潜舰 是不是真的是可以下水 到底他的运作上面来讲 到底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些疑虑重重啊 那你们只会把去抹黑掉 那个质疑在把关相关国防预算的人 你们把他打成国民党的这些 在把关的人 你们把他就打成说 那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不希望台湾好 用这样子抹黑栽赃式的言论 再贴标签这些监督的立法委员身上 民进党也有人在 质疑这些那个预算啊 那你们为什么不说这些人就是在卖台呢 你反而把国民党贴了这样的标签 所以民进党的双重标准让人觉得可耻 这样的治国方式让台湾整个现在会 现于一种分裂的状态 就是大家会觉得互相猜忌 那我觉得真的这些不必要的言论 真的是可以请民进党 放弃你们这些对立式的言论 你们这次的选举操作 一样又是同样的模式 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他一定就是又把国民党抹成什么 卖台舔共 你只要质疑政府的任何政策 他就说你是对岸的同路人 那我觉得这样的选举方式 真的是太不健康了 大家应该是要把 现在民众质疑的东西 现在到底郭喜有没有自称 他可以去 瞧好所有的这些事情 有没有这件事情 那你黄鼠光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那这些录音带的真实性 郭喜他也不否认啊 那所以是不是他也要说清楚讲明白 相关的这些事情 他说 他说这个是假的诈骗集团 那到底这是不是整起事件 整起的潜见国造 是一个诈骗的集团行为呢 我觉得需要政府出来 跟大家说清楚吧 而不是说放任说郭喜他说了算 那其实许晓星他也提爆了很多的这些录音 党我们听到里面真的是 疑云重重 为什么一个人 他你们是关于 就是自己可以私相授受 这些相关的新建 或是相关的合约 或是相关的德标 都是你们可以私相授受的吗 民众害怕担忧的是这样 这样的也是一个贪腐的政府吗 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清廉的政府吗 我觉得唯有政党能力才能够让更多的真相浮出台面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